这两年加大了一些地方 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步伐 包括像深圳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这样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包括浙江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的 这样的先行示范区的试点 其他的还在上海浦东 下一步在厦门 都要开展一些示范性的 更多的发挥地方积极性 创造性的这样的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讲的是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配套改革 有可能在今年 迈出一个更大的步伐 包括五大要素 土地 劳动力 资本 技术 还有数据 五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 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 最重要的攻坚战 去年中央已经下发了通知 需要在全国进行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试验 全国有二十几个省提出了要求加入改革试点的申请 经过全面的评估 这个选择了可能有十几个省市 在今年的上半年推出来先行试点 先行试办 创造一些可扶持可推广的经验 我想这个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一旦推出来了 包括在面上去得了推广 对于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就开辟了一个新的道路 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 在四四五完成我们总体的 发展改革的目标 我觉得就更有信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